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军区某部特主设计训练场上枪势不断 为了备战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 某集团军的15名战士 每天都要消耗4000多发子弹 平均每人200多发 而这一天 北京军区某师侦察链连长杨建文的到来 让15名射手中的4个人倍感紧张 他们4个人同在一个室 按集团军规定 该师只能有三名射手 参加6月6日集团军组织的淘汰考核 也就是说杨建文这一天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要淘汰一个人 这个集团军的考核规则 咱们只能上三个 大家放松去的 正常发挥 不要有什么过程的心理压力 此次特种射击考核 既被人看好又特别令人担心的一名射手 在集中训练期间 起初他的成绩一直排在15名战士中的第二名 但由于他在训练中大腿肌肉拉伤 很难完成集挺射击动作 因此他的名字一度跌到了第13名 然而上周李振伟顺利的完成了集挺射击 名字上升到了第7名 又经过一周的修整 李振伟的腿伤基本痊愈 他能不能顺利通过这一天的考核呢 虽然信心很足 但李振伟却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第一项精度射击 李振伟显得过于谨慎了 其他三名队友已经开始射击 而他数次一压扳机后才激发子弹 谁都没有想到 精度射击李振伟的成绩竟然垫了底 教练向他询问情况时 他也觉得没法交代 精度射击挡起来 命运好像故意要跟李振伟作对似的 接下来在快速抬枪设计中 李振伟的枪居然出现了机械故障 这把枪已经是在这一天中第二次出现故障 这把枪李振伟用了三年 曾跟着他参加了十几次比武 如果换了新枪 李振伟觉得不可能很快适应 他坚持排除了枪械故障后 继继续使用这把枪参加考核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关键时刻 李振伟表现出了一名老射手的成熟 他并没有受到精度射击成绩垫底 和枪出现故障的影响 在抬枪快速射击 转体射击 快速换弹夹射击中 发挥出色 把成绩追到了第三名 最后一项是集挺射击 按理说 李振伟的腿伤 对这项考核的影响最大 可他最终在集挺设计中 彻底超越了对手 总成绩名列第一 顺利通过了这一天的淘汰考核 最终射手王浩新被淘汰出去 这算什么 等到6要6号呢 测试成绩非常差 咱们这个测试 我感觉对他们的心理素质非常好的 心理素质非常好的 我考验的机会 既然既是一个成绩的测试 一个心理的测试 但是通过这个测试 我感觉他们的心理素质极差 特别是在第一个 第一精度射击 还有这个激进射击 打得一塌糊涂 自己的英语的水平都没发挥出来 这个成绩我都不好意思 给领导报告 精度射击只打了46环 考核后李振伟对这个成绩仍然耿耿于怀 心情就不用说了 一天没打过这么刺的 一直都保持49环以上 基本上 考核的时候你过于想打好 过于想打好反正就打不好 过于想打好反正就打不好 我记得 记住了 那我下次我一定想打好 千万不要打这样 好了 要平常先对待这个情况 你肯定不会是打得那么差 平时训练成你 49 49 48 50 是吧 对不对 你现在整那个 可以的 你是我考核 46 45 可以的 这个时的淘汰考核刚刚结束 接下来 某特种大队的六名队员 也开始参加淘汰考核 他们当中排名靠后的两名射手将被淘汰 人员限制 不是说谁能上 毕竟也是次尖字比武 所以这样的话 每个单位所要精选自己最优秀的队员 来参加继承军这次比武 所以相互之间的提前 要进行人员的筛选 要优中选优 在这六名射手中 武雄帅的成绩是最优秀的 在集训队15名队员中 他一直保持在第二名的位置 对这次考核 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够顺利通过 我现在把人肯定有输 我感觉我也肯定不会被淘汰 从一开始训练到现在 自己发挥的比较稳定 六名队员的精度设计过后 其中一名队员打出了50环的成绩 而武雄帅的成绩却并不理想 有差距吧 学货的呢 大伙 哎 低调点 我打成这样已经很欺慰了 只要弹道 光华呢 神奇 打多少天了 感觉有点偏 但是我说就安静点打 看什么情况 这是比赛 不是四枪 明白 接下来的急停射击 要求射手在八秒以内奔跑30米 然后对25米外的目标榜射击三发子弹 由于有两名射手心里紧张 延误了激发时间超过了八年 因此按照考核规定 他们在急停射击中没有长进 武雄帅在八秒内完成了急停射击 尽管发挥失常 三发子弹只打了16块 但还是通过了这次考核 而成绩排名最后的两名射手被淘汰 我这216 你多长 26 26人家给你记16 你变得什么 窝窝不起了 我打多少 我爸说你16 对 确实是 第一发跑了 滑了一着急 我一抬下去开始多了 没标准 第一发不打跑的 然后第二发 调整一下打了4块 第三发又调整一下 打了6块 15名射手中 李振伟是公认的优秀射手 武雄帅长时间排名第二 他们两人的过关自然是很喜事 那么连续几周排名第一的霍振宇 在这一天又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由于霍振宇所带的某师 只有两个人参加了特种射击集训队 因此这个师不用进行内部淘汰考核 霍振宇将直接参加6月6日集团军的选拔 不过这一天霍振宇可没闲着 他连续几枪弹着点都有些偏右 霍振宇的压力也并不小 心里没有底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待一会儿多看一看 确认一下自己的枪 确认一下自己 确实没问题了 就该回去了 由于霍振宇的枪没有打好 已经通过考核的李振伟的心情很放松 他拿这事开起了玩笑 大哥一句就要把手的 谢了 对着就疯了 咋两动 开 霍振宇没有丝毫的放松 在进行了急停射击和精度射击的训练后 他的射击十分精准 在确认自己的成绩没问题后 他才放心的离去 经过六月四日的淘汰考核 六月六日上午七点三十分 剩余的十二名射手来到了射击场地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进行淘汰考核 这时我们发现 不正经的发型与之前发生了变异 我上去一口的游戏 你光头就不让 摸到车反光你拿着刮虎刀 和霍振宇一样 其他十一名射手面对这一天的考核 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当中最终只能有三名射手通过考核 得到军区比武的资格 而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 这些射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就连霍振宇 李振伟 武雄帅这样的高手 能否进入前三名也绝对是个未知数 上午八点考核正式开始 经过抽签 第一个出场的是武雄帅 他显得有些紧张 第一个上的 没有活动时间 又其他人没调整过来 他就直接上去比赛了 这个可能对他影响比较大 可能是受到了第一个出场的影响 考核中武雄帅的急停射击 并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成绩比平时少了七环 他只能等待其他人都打完后 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通过了考核 紧接着上场的就是霍振宇 看起来他一脸轻松 因为这天一大早 霍振宇就走好背囊 对于能不能通过考核 他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昨天一起来回去打好 把东西都收拾好 打好了我这个背囊打开 把被子好好叠一下 咱不好坐到车上 一路上唱歌回去 那挺开心的其实 准备 看 霍振宇打出了很高的成绩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连续排名第一的霍振宇 会顺利过关时 意外却发生了 在急停射击中 霍振宇没有在八秒内 完成射击而超时 0.07秒 按考核要求 他的急停射击没有成绩 只能接受被淘汰的现实 其实赢了也挺好 输了也挺好 都是一种锻炼 或许输的比赢的还 得到锻炼更多一点 轮到李震伟出场了 就在一两分钟前 他还在练习射击动作 我个人感觉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就是一直都想着 什么时候如果说到考核比武场上 当手中拿到枪的时候 我感觉那是心灵的一种生活 李震伟在精度射击中发挥出色 他把两天前精度射击的部组 已经弥补了上来 照这个石头 李震伟闯关的希望很大 但在接下来的转身射击中 李震伟的枪再次发生故障 枪械发生故障 最终让李震伟的心里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急停射击中 他再次发挥失常 最终他迫失进入前三名的机会 各种射击淘汰考核结束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成绩一直排在前列的 货振宇李震伟 相继被淘汰出去 而勇夺第一的是 名不见经传的杨彪 另外一个叫李乐的小伙子 不声不响的夺得了第二名 他们两人成功的通过了考核 而第三名却出现了并列 他们是五雄帅和马庆国 由于最终参加军区比武的 只有三名队员 因此考核组慎重决定 把五雄帅和马庆国的 这两个第三名都留下 几天后将再进行一次考核 以决定他们的去留 五雄帅能否解决心理素质 不过硬的问题 又是否能取得最后一张 进军军区比武场的入场券 我们将继续关注他的比武情况 集团军进行各种射击 淘汰考核的同一天 6月6日 15名参加单兵综合演练的 侦察兵骨干 也迎来了同样严训的挑战 15名队员中将有10人被淘汰 只有5名队员能继续参加 集团军的下一轮比武 侦察兵们将负重15公斤 翻越8个障碍 通过长达1500米的障碍训练场后 进行20发子弹的速射 每摄氏一发弹 都要追加5秒钟时间 最后以用时最短为标准 排除名次 某特种大队士官 傅晓明在15名队员中进步最快 他也被认为是能够顺利通过考核的人选之一 傅晓明刚到集训队时 就在牵引行跃中 因手上不力 几次从绳桥上摔了下来 但在以后的训练中 别人训练一次牵引行跃 他往往要连续训练两次 也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 傅晓明成了所有队员中通过牵引行跃速度最快的人 并且在最近几周的考核中 他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两次 这名练习琴拿书的战士叫刘文栋 是某师景真连战士 也是全队的笑星 喜欢开玩笑 刘文栋臂力过人 协调性好 而且耐力出众 在近期的考核中 始终处于前三名 更重要的是 他始终没有心理高负 人越多越兴奋 大家认为 像他这样的性格 往往会在关键时刻 发挥出好成绩 他也是最有希望晋级的人选 我这个人脸皮比较厚 就是说我不怕人多 然后我特别特别喜欢 就是说人多的时候 我特别爱展现 某师景真连的班长 孙小蕾和刘文栋正好相反 他做事低调 从不张扬 大多数队员 在过第四个障碍牵引行约时 体能已经消耗殆尽 而孙小蕾在连续翻阅四个障碍后 仍然显得特别轻松 在平时的训练考核中 孙小蕾都会有所保留 只有在关键时刻 才会全力一致 对这一天的淘汰考核 没有人敢 都是他的满意 真的发挥好的话 前翻应该是没问题的 上午十点 单兵综合演练的淘汰考核开始 当某特种大队士官 徐恩元上场后 比武场上呈现出严肃的氛围 徐恩元的胳膊严重受伤 赛前他还打了一针封闭 绳桥 往墙和软踢连续三个障碍都需要很强的臂力 徐恩元受伤的胳膊几乎用不上一点力气 他只能用一只胳膊拼命的向软踢上爬 加油加油 还有两下快点 尽管已经精疲力尽 但是徐恩元始终没有停止向前冲锋的步伐 虽然他的成绩没能进入前五赢 而他的顽强拼搏 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竞争 也为接下来出场的战友 雷小的战友 下一个出场的是刘文栋 他全力退次 最终他夺得了第五名 顺利通过了淘汰号 我感觉就是说今天特别不实在状态 因为跑得特别头晕 就是一跑完蚂蚁洞的时候 磕腿 然后上了都特别不顺 到懒人踢的时候就感觉头晕 特别没劲 但是大家问问苦心 我就实际的前置了去跑 把张碍前跑 孙小磊出发了 他身高必长的优势发挥得十分明显 别人费力通过的障碍 他却显得异常轻松 从自己解背包的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看出 孙小磊似乎并没有全力以赴 就夺得了这次考核的第四名 看来他是想把全部的力量 用到军区比武的决赛中 加油加油加油 孙小磊出发了 整个过程中 他的体力分配均匀 二十发步枪速射也全部命中 他夺得了这次考核的第一名 在任何比武场上 这个孙小磊绝对是个 让任何对手都会感到巨大压力的真场 看唱点笔 大吼一声的是曾明 他夺得了第二名 蒋乐夺得了第三名 六月六日是侦察兵激烈决主的日子 而这一天只是战士们为荣誉而战的一个开始 各种设计比赛中 武雄帅和马郭庆 还要争夺最后一张进军军区比武场入场圈 单兵综合演练中 傅晓明 曾明武 蒋乐 孙小磊 刘文栋 还要争夺前三名 才能代表集团军 参加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 在荣誉之战第三周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侦察兵比武现场 关注比武进场 记录侦察兵的风采与荣耀 华北大地 初夏时节 一场基础训练大比武 拉开帷幕 战鼓声碎 风烟正浓 面对荣誉之战 各路樱桃摩拳擦掌 谁能在多轮残酷的竞赛中 屹立不倒 谁又能在最后巅峰对决中 笑傲寻寻 三路设置组分头出击 持续关注北京军区基础训练大比武进场 军事计时 2010年夏季特别节目 荣誉之战